就以林黛玉为什么爱哭这件事情来说 多少年来 根据洪学家在文章中分析归纳 大致归为下列几个原因 一 林黛玉很小就父母双亡 远离家乡 寄人篱下 二 他体弱多病多愁善感 三 他心胸狭窄 小心眼儿爱妒忌 可是 第一 黛玉确实是很小父母双亡 确实千里迢迢 从扬州到京城来 住在姥姥家 但书中为此伤感的情节 琢磨甚少 第二 他确实体弱多病 在中国 人们几乎把弱不禁风的林妹妹 当成了瘦弱女孩的代名词 可这不是林妹妹爱哭的真正原因 她曾哭得吐血 却没有因为吐血怕死而哭过 第三 《红楼梦》里 确实用较多的篇幅 写了黛玉 因为自己和宝玉之间 又来了个宝钗 而这个宝姐姐 比她有人缘 比她更受甲府上上下下的喜爱 她很担心 后来 宝玉真的和宝钗成了亲 但这也只是说明 黛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不能说明 她的爱哭是因为妒忌宝钗 一则 黛玉爱哭是宝钗来之前就有的特点 二则 她虽然爱哭 但她绝不是软弱自卑的人 相反的 林妹妹一向是性情高傲 世事要强 处处拔尖的人 这样一个高傲才华洋溢 处处出人头地的林姑娘 怎么可能因为妒忌别人 而哭哭啼啼呢 那么黛玉爱哭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细心地读一遍红楼梦 不难发现 黛玉的哭几乎没有一回不是和宝玉有关系的 例如她从扬州到贾府 第一次独自落泪 是她到达的第一个晚上 大家都睡了 黛玉却坐在炕上烫颜抹泪 哭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白天第一次和宝玉见面时 宝玉对她一见如故 对贾母说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然后问她 可有欲没有 黛玉听母亲说过 她的这位表兄 出事时 嘴里咸着一块玉来的 便答道 我没有那玉 你那玉是件稀罕物 岂能人人尽有 宝玉一听 灯石发作起狂病来 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 还骂道 什么汉物 人的高下不是 还说灵不灵呢 我也不要这东西 吓得众人一涌上去 食欲哄她带上 宝玉满脸流泪哭着说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 但我有 我说没趣 如今来了这么一个 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 可这不是个好东西 黛玉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哭起来了 此后 她和宝玉都住在贾母房里 亲密无间 但常常 不是宝玉不小心 惹得她哭 就是因为宝玉太小心 太周到 使她感动得抹泪 以后 她们住进了大观园 仍然如此 只是比先前 哭得更厉害了 又如第二十四回 宝玉挨打后 混混沉沉 躺在床上 伤口如针挑刀挖一般 热入火烧 忽然 恍恍惚惚 听到悲怯之声 宝玉从梦中惊醒 睁眼一看 却是待遇 宝玉忍住疼痛说 你又做什么来了 太阳才落 那地上还怪热的 倘若又瘦了鼠 怎么好呢 我虽然挨了打 却也不觉得疼痛 这个样啊 是装出来哄他们 好在外头散步给老爷听 其实是假的 你别信真了 待遇此时 虽不是嚎啕大哭 但越是这等无声之气 堵着喉咙 噎着气 更觉哭得厉害 所以 不是宝玉无意中 惹得她哭 就是宝玉 真情感动的她哭 她总是为宝玉而哭 为宝玉才哭的 为什么黛玉一定要哭 一定得哭呢